科大餐旅系四年级的游同学 毕业前就考取五张餐饮相关证照 即使疫情下毕业生找工作不容易 但因为除了薪资也在乎员工福利 加上目前有兼职打工 因此心态上积极求职却不心急 私立大学哲学系应届毕业生Alan 深知哲学系求职方向不明确 大二双主修资讯医学 但对资讯没兴趣 去年便着手准备金融证照 年初顺利进入受险业服务 因为在大三的时候 那时候是双主修 双主修的是医学资讯 那时候就确定说 自己不想走资讯这一块 因为看到未来说金融业 其实也是一个我想进入的行业 所以我就在大四的时候 考取了人生保险的证照 以及RFA 就是退休规划顾问的证照 那这样就借此进入受险公司 然后也取得不错的薪水 一般来说我们系上的出入 虽然说很广但是依照往年 就是我们去访问的一些学长节 然后还有一些老师的分享 那基本上都是会是一般行政工作 以及主管 然后再来就是会回去继承家业 接家业的这个部分 刚要进入的时候 你会有一股就是担心害怕 但是进入后就会发现说 就是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努力 然后疫情也是一个机会 就是像更多人询问保单这方面 对那就是可能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因为餐饮业比较辛苦 然后有个需要轮班 然后老板可能会再叫你加班 所以我觉得比较不适合 就想要改行 我目前的话餐饮就业市场 大概是两万六 两万八 三万二 我刚才是希望薪资越高越好 就是能者过劳 也是做餐厅的内厂 外厂 烘焙内厂 外厂 服务生 然后对 就是每个职位不太一样 所以外厂会比较高吗 内厂会比较高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新鲜人期待入行的第一份工作起薪 平均能拿到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一元 大学毕业生的期待起薪为三万两千四百七十元 研究所毕业生的期待起薪 则是四万一千六百九十四元 都和去年相差不远 针对新鲜人求职这一块 我们发现新鲜人的期待起薪是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一元 那交叉比对发现大学毕业生的期望起薪是三万两千多 那么研究所毕业则是希望可以超过四万一千元 发现到说其实呢 即使是担心疫情受到冲击 研究这个毕业生还是不愿意下修自己的薪资期望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虽然说染疫的人数 确诊的人数蛮高的 但是呢因为国民呢已经有超过八成 都已经有打第二剂的疫苗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未来似乎是看得到尽头 也会认为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也许景气就会回温 那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说这个物价不断的高涨啊 房价啊房租等等的都在涨 假设说呢还把自己的这个薪资的起薪 不断的下修成楼地的版的话 担心未来说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 所以也发现说新鲜人呢 其实即使是有八成二的人很担心疫情会影响求职 还是不愿意下修这个期待的起薪 人力银行表示资讯科技业仍在各大产业中扮演领头羊角色 大厂持续扩增产能与投资需求大量半导体人才 而百货贩售业释出的职缺多元 也成为社会新鲜人的从业选择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道